大家好,欢迎有Farm Vlog的频道 今天继续Betazera 其实补充一下 上次跟大家分享了Steam Deck和PC版的 我自己弄的Betazera的懒人包 都挺受欢迎的 但有些朋友有些问题 我需要补充一下 或者补充一下 因为本来我那个是64GB 因为製作映像后 无论你那张卡是128GB 或者甚至是一个TP 它只会刷到64GB的映像 你放上游戏ROM的位置 就应该有50多GB 但如果你是1T 那你就会有很多空位 那怎样展示ROM的位置 今天就会和大家分享 怎样做 对,上次弄了个Betazera懒人包 用PC版和Steam Deck版的 坦白说 Steam Deck版 就因为只是用Steam Deck 我可以测试 可能有些东西我都漏了 大家会问我的原因 或者有什么解决方法 如果知道 我慢慢会找到解决方法之后 拍影片会和大家分享 但是PC版呢 PC真的有太多不同的机种 我不能够每一步都可以试到 所以就算你有问题 我真的不一定会帮到大家 但大家可以继续留言问我 我尽可能会帮大家 如果我找到一个问题的话 大家问问题的话 就给我多一点资料 譬如你部机是用什么机 什么規格 有什么規格 有什么ERROR code等等 我才可能尽量帮到大家 如果就这么说 你说不行 我真的不会知道什么事 言归正传 今天就会做 分开PC版和Steam Deck版的 我就会做个PC版先的 如果你是Steam Deck的用家的话 可以跳去厚一点 看Steam Deck的部分 下面description有timecode 大家可以按一下 timecode就可以了 好,现在开始 如果你是PC版 可以用这个DiskGenius 连续会放在下面 description 大家可以下载 如果没有的话 这个软件免费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RD2 我这张卡是477GB 其实是512GB卡 如果你拆了我64GB的 它就有6GB是Belazera系统 接着有52GB是 这些游戏的 这些游戏 怎样可以使用 这400多GB的 free space 在这里 我们就这样按 去removable 摩托这个位置 52GB那里 我们按右键 接着呢 resize the partition 接着 将这里 无论你是1T 也好 你可能 2-5-6GB 也好 就拉进去 将这个位置 使用了所有空间 对 接着呢 按start 就可以了 OK 完成了 现在 看到了 有些BIOS 接着呢 但是整个 drive 就已经变成 400多GB了 那我们现在再boot 进去 Belazera 看看 是啦 boot回来 我们现在看看 system information 大家现在看到了 已经有470.71GB了 对啦 这样就可以转了你的容量了 对啦 就是这么简单了 我们现在找个game 试一试 看看有没有问题 顺便说完 有些游戏呢 有些朋友问我 即是 不能按到其他键去加油 其实呢 本身setting 就是 十字键向上 就是加油的 那如果你想是用 R2的键去加油 和R1的键去double 的话呢 你在Model 3里面 按select 跟着Advanced System Options 这里 Modern Pedal Control 这里 你选择On 对啦 那它就会用了R2和L2去加減油 对啦 现在试一下Ditona 对啦 游戏都没有问题的 如果你是Steam Deck的话 就试一下Steam Deck的方法给大家看一下 好 接着到Steam Deck Steam Deck 我们要先进去Desktop Mode 接着呢 我们去Application 开了它的 KDE Partition Manager 这个 是在系统里面的 是在系统里面的 对啦 开大一点给大家看 OK 进来找回自己的卡 那我是这张 512的 只剩下400多GB的空位 首先这个EX-D4 这个要Unmark 先 对啦 没有了那个 Lock的Icon 这样才行 接着呢 RESIZE OK 那便做到准了 400多GB 多了 接着不要靠抄 一定要按了Apply 先的 要不然呢 就 又要重新做了 对啦 我都不明白 有时是有Error 按多几次又行 我现在试一试 好了 成功boot到进来 按Start 看看 System Settings Information 对啦 现在有400GB 内存 可以加游戏 这个方法没问题 但是刚才 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些Error 不怕的 再按多几次又行 即是你转一下数字之后 即是你转一下数字之后 好 Anyway 现在找一只Game 试试先 好了 希望今天就帮到大家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欢迎在里面留言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喜欢这条影片 请大家不给个Like 还没按订阅的 按订阅 再按下订阅 新片就会通知大家 如果想请一杯咖啡 欢迎透过支付博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Patreon 会员频道 详细资料 下面的Description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